哈啰,大家好,我是飞鷹,你有喜欢的电影吗? 2022年全球疫情逐渐解封,许多强荡大片上映 全球电影市场也开始复苏 但也其中有不少电影表现不如预期 因而出现了赔钱的状况 在这次,我们整理的五部最赔钱的电影中 其中竟然有三部都是出自于迪士尼营业集团 三部加起来总计亏损约165亿台币 到底是哪些电影赔了大把的钞票出去呢? 这次就来跟大家分享2022年赔钱电影的前五名吧 第五名,巴比伦 这部电影赔了8740万美元 是一部故事背景设定在1920年代洛杉矶的原创电影 这部片刻画了好莱坞出息的每一个细节 片长长达三小时,是一部回御参半的电影 第四名,决战38度线 这部电影赔了8920万美元 是一部美国传记剧情片 改编至亚当马克思的2015年书籍 《忠诚》、英雄主义有益牺牲的史诗故事 讲述朝鲜战争期间 海军军关杰西、布朗和托马斯、哈德纳之间的兄弟情谊 更以此纪念美军史上第一位黑人飞关杰西布朗 CICL不光的真实故事获得影评界普遍好评 但是票房表现不佳而成为票房炸弹 第三名,巴斯光年 巴斯光年赔了1亿600万美元 这部电影出自皮克斯动画工作室 讲述玩具总动员、知名角色、巴斯光年的起源 上映前就被受关注 但许多观众进场观赏后却表示失望 观众口碑较差的状况下 让最后票房表现却不如预期 且剧中含有LGBT的剧情 也让此片在部分国家无法上映 第二名,阿姆斯特丹 这部片集结了许多大咖演员 包括克里斯、丁贝尔、马格罗比、约翰、大卫、华盛顿 克里斯、洛克、安雅泰勒、乔伊 故事改编至美国1933年发生的华尔街商人政变 讲述身为医生、护士、律师的三名好友 被卷入一场命案所延伸的连串效应 对比以17000万元的成本 此片上映后票房失利 总收入只有6300万 也因此大赔以1840万美元 第一名,奇异冒险 奇异冒险出自迪士尼动画工作室 这也是迪士尼动画工作室 首部公开LGBTQ主角的作品 主角萨琪的儿子 伊森,是一位同性恋 故事讲述一个探险家族城的家族 前往未知世界冒险 但一路上得先解决彼此间的分歧 此片制作成本高达超过3亿 最后收入却只有一两千万元 赔掉一一9740万美元 成为2022年最赔钱的电影 总体来讲 电影本身就是商业 不是每部电影都能成为卖座的电影 像彭恰恰一样 拍电影拍到破产的人并不在少数 但相信他们在开拍的当下 肯定是有某种期待 希望能够带给观众一些东西 有时候好看的电影 不一定受到观众青睐 但相信每部电影里 都有值得学习的事物 你觉得哪部赔钱电影应该大卖呢 底下留言给我吧 我是飞音 我们下次见 掰比歪 by bwd6